詞曲 李宗盛 今天我的講座會分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 我會發挺多的時間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對情緒有很多不同的誤解 以致會影響我們怎麼處理我們的情緒 然後我就會跟大家分享一些關於怎麼處理情緒 我想問 在你們的生活裡面 你覺得有情緒是好還是不好呢? 好 怎麼好呢? 有情緒 有開心的情緒是好? 如果有不開心的情緒好不好? 不好 OK 通常我們中國人對情緒一般來講是比較負面的 我們會經常說哪個人在鬧情緒 那是好還是不好? 我們說一個人情緒化 那他是好還是不好? 不好 所以我們一般對情緒來講也比較負面的 對情緒來講也比較抗拒的 是嗎? 可是剛才我也曾經講過 情緒某一方面是幫助我們的工作 你們也講得很好 就是如果我們在工作的裡面 沒有一種積極性 沒有一種興奮的時候 做也是36不做36 那說你的工作好不好? 不好 你做得不開心 還有就是當你 如果你看到一個人有情緒的表現 無論他開心 無論他不開心 如果你是想用一個理解的 理解的角度去跟他 去理解他的時候呢 你會對他的明白會多一點 是不是? 所以呢 情緒會幫助 會感染人 如果我們管理的好 如果我們處理的好 還有我們有勇氣 在失誕的時候 將他表達出來 我們會影響別人 也會感染別人 同意嗎? 對 所以我們不要怕情緒 其實情緒是非常重要的 我是一個基督徒 我的神也是有很多不同的情感的 如果不是的時候 我不會跟他交往 因為他沒有感情的 我就為什麼跟他交往 他也不理解我的 我們相信的神也是有情感的 所以呢 我們有情感是應該的 還有呢 雖然情緒有不同 可是呢 我現在就解釋情緒是什麼了 情緒呢 情緒呢 就是感受的表達 沒有好 沒有壞 只是有跟沒有 所以當別人生氣的時候呢 你不要先盯 OK 這個人鬧情緒 我不要跟他交往 沒有好沒有壞 只是有好跟不好 這一點你們接受嗎? 我們先不要把它定好跟壞 如果定了好跟壞以後呢 我們處理的時候呢 那方法就不一樣了 對 好 然後呢 情緒呢 好像有一種的力量的 有一種感染力的 有一種感染力的 我們分開情緒呢 我們可以分 如果從英文來講 英文就是 Emotions 如果分開呢 那一就是Energy 是一種能量 能量 然後Motion呢 就是活動 沒有好 沒有壞 就是在我們裡面的情感 是一種能量 裡面在活動 然後呢 我們可以分就是兩種 有一種的能量呢 可以讓我們更有精力的 另外一種呢 是消耗我們的經歷的 會讓我們沒有經歷的 所以呢 情緒呢 是一種感受的表達 然後呢 它有給我們正面的能力 也給我們負面的能力的 OK 好 我想跟大家分享 當處理情緒的時候呢 有什麽難處 好 第一就是 當情緒來 情緒來的時候呢 有什麽我們生理的反應很快 反應不過來 會嘛 例如當我們生氣的時候呢 我們心跳得很快 然後出汗了 然後整個人呢 就蹦著了 然後頭腦就是亂七八糟了 會嘛 什麽東西也想不出來啦 是嗎 會嘛 OK 還有當我們恐懼的時候呢 心裡就是一直害怕一直害怕 想辦法想 要想辦法也想不出來啦 會嘛 OK 還有就是我們中國人 特別我們中國人的文化 就是 不要 看見被人有情緒的時候呢 不要惹他啦 不要自己找麻煩啦 會嘛 然後不要理他啦 OK 是嘛 然後呢 還有就是 也不要問啦 問了以後呢 可能 我會給他罵的 或者會讓他更不開心 有 同不同意啊 我記得呢 嗯 最近我發生一件事情 在我團庆的裡面 然後呢 讓我很受傷害的 然後呢 就是 呃 呃 當 我 當我自己的情緒 整理好以後呢 我就 因為是有一個弟兄呢 他做了一些事情 傷害了我 然後呢 我就 在一個團區的面前 然後公開 跟他們講 OK 我這件事情 對我是很大的傷害 我有講 哪一方面傷害我 然後呢 講完以後 我說 就是 我覺得這個弟兄不是有心的 所以呢 我就跟大家講 這個 我覺得 這個弟兄還是 我主內的好弟兄 講完以後呢 沒有人 其實整個團區也看到 也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也知道我受傷害 然後我拿很大的勇氣出來 然後 呃 講 分享自己的感受 講完以後呢 沒有任何人回應 也沒有人過來 安慰我 我的感受怎麼樣 對 很失望 然後我離開團區的時候 我在 回家的路上 眼淚不停的流 不停的流 我因為很愛這個團區 然後為什麼沒有人 沒有人 我覺得他們不像人 OK 當時我是怎樣想 我是很失望 然後我一直流 然後一直流 所以 就是我們的文化 讓我們不敢去問 然後 讓我的傷害更深 可是以後呢 我慢慢在 之後 這個故事很長了 不講 可是我覺得很多時候 如果我們看到一些 被人的情緒 一些表現 如果我們不問呢 其實也是一種傷害 是嗎 主動的關心人 還有呢 就是 我們處理情緒 另外一個難處 就是情緒的死穴 死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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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死穴 就是呢 很多時候 例如我們 過去的成長裡面 受到一些傷害 然後呢 就是這些傷害呢 會做成一個 死穴 死穴 我舉個例子 就是呢 有一次 我跟一群同事 一起出去吃飯 然後呢 有一個同事呢 有一個同事就是呢 他非戰過殼 就是呢 就是 拿另外一疊的送 然後呢 有一個同事呢 离子怎麼樣 怕臺 一不刻意這樣的 哇 嚇死我們 然後呢 真的 弄到我們氣氛 哎呀 怎麼辦 然後呢 之後 有機會再問那個 我們的同事 然後他說 他小的時候 每一次 他做這個動作呢 他都給他爸爸打 就是喊 因為他想 他這個朋友 做這個動作 他沒心的 可是呢 就是把他的死穴 按動了 然後 他控制不了 所以很多時候呢 在我們自己的人生裡面 可能有一些洗穴 然後呢 我們是不知道的 OK 然後 會影響我們情緒的表達 會嗎 會的喔 然後還有呢 就是 第四呢 就是 我們處理情緒的難處 就是不知道情緒是什麼 然後呢 受他控制 我們對情緒的理解 其實不清楚的 剛才我們玩這個遊戲呢 我們其實每個人看同一個圖像 嘿 為什麼會有不同的看法 還有呢 我們要找一些形容詞 來形容這個圖像的時候 也是有一點困難 齁 好像總是有一點 差一點點 是嗎 我們對情緒其實不是很認識 可是呢 就受他控制了 我們一天從早上到現在 我們會有不同的情緒的喔 可是呢 我們就沒有 不是很理解他 卻是呢 可是就一直受他控制 你說多可能啊 是嗎 還有就是 我們有些時候是不懂處理 我們知道他存在 可是不懂怎麼處理 我們應不應該把它表達出來了 什麼時候表達好一點啊 什麼時候不要表達了 我們也不懂 所以呢 對情緒就是有一點害怕了 是嗎 還有呢 很多時候呢 當沒有承擔情緒的能力 就是當情緒出來以後呢 我們很難受 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對情緒實在是有一點怕的 會嗎 會的喔 OK 好 好 可是呢 當我跟大家分享處理情緒之前 我希望你們明白 從我二十多年臨場的經驗 因為呢 在我們 來我們診所的人呢 其實每一個也不容易 我是做一個精神科門診的嘛 對我們中國人來講 精神病是非常的一個 很 很 非常受持的一個病來的 通常他們 踏進我們的 後程師 來接受我們服務的人 他們是走投無路的 真的所有方法也用盡了 才會來我們這裡的 所以可是在我臨場的經驗裡面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每一個成年人也有足夠的能力呢 能夠處理羈押的情感 所以不要給自己藉口 我處理不來 不去學習怎麼處理 還有呢 當我們處理情緒的時候呢 有五個要 我們要願意 如果你不願意處理情緒 你是處理不來的 還有呢 就是要有勇氣 因為處理情緒其實是挺不容易 也是挺難受的 你一定要有勇氣 還有呢 你有足夠的心理整備 就是如果你真的覺得你這一段時間 你處理不來 你就暫時不要處理 你有足夠的心理整備 或者是找人幫忙 找人聊 幫助你處理 還有呢 最好你有神 如果有神的時候呢 處理是容易的多 還有最好是有一個好的聆聽者 他願意聽 他不是不停的給你意見 而是真的用心去聆聽 明白你的感受 所以為什麼我會把最後兩點放在後面呢 有一些人來講 他雖然沒有神 他雖然沒有一個好的聆聽者 可是他們還可以處理 他們自己的情緒的 所以不要給自己藉口 情緒是可以處理 OK 有兩個不要 第一就是千萬不要勉強 第二呢 不要要求別人為你的情緒負責任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OK 我生氣 我脾氣不好 是因為你 你怎樣怎樣怎樣做 所以我情緒不好 也是你了 所以呢 因為如果我們把 如果我們的情緒的管理 把這個鑰匙放在別人的身上的時候呢 你是很可憐的 你的情緒是由別人控制 可是如果你覺得 他可能 他可以 例如我剛才說的那一件事情 有弟兄傷害我 我覺得傷害 可是我怎麼回應呢 我怎麼處理這個事情呢 是我有權的 我可以去打他醫生 或者去罵他 這個可以 可是我也可以選擇 不計較 我選擇原諒 我選擇 我選擇放下來 我選擇 不會不停的執著 這個我可以選擇的 我不能停止他傷害我 可是我怎麼去 幫助自己從痛苦裡面出來 我自己有責任 明白嗎 明白嗎 哇 那要不停的 給我 我的 那些我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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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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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